大家好 咱们现在进入到第16章 社会保险法 这一章可以说在第二篇 民商法律制度当中 相对比较特殊 它既不是典型的民法 也不是典型的商法 而是属于社会法范畴 那么作为本章 大家来看 它是2019年 教材新增的内容 那么2021年删除了 而今年又给它恢复了 那么因此 咱们从近年考情来看 只能看到19和2020年 这两年 那么它的考试 就是一个考了一个单选 另外一个就考了一单一多 那么它的这个考点 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险的 基本原则 基本养老保险的适用范围 和医疗保险的特征 应该说 这些内容似乎又都不是咱们 所认为的那种 很传统的重要考点 像特征啊 原则呀 他反而愿意考这个 那么现在来看看 这个知识点 应该说呀 这个社会保险 应该说 它就无类基本保险 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 工商 失业和生育 那么除了这五种保险之外 那么在上面再加一个基本理论 就是六个考点和大家分享 首先来看第一个考点 社会保险法的基本理论 这个社会保险是什么 社会保险它其实呢 就是整个社会 或者说就是国家 所筑起的 就是对于弱势群体的 一个防洪地 也就是一个最终的保障 这一点呢 咱们在行政法当中 所讲到过行政给付 那么实要作为 社会保险法 这种内容呢 它就是这种行政给付的 这样的特征的一种制度 那么他就说啊 是对于劳动者 暂时或永久失去 劳动能力或失业的情况下 那么因国家和社会 对其本人及家庭 进行的这种物质保障 因为这种给予它物质保障 而发生的社会关系 其实就是一种行政给付 那么作为社会保险 这种社会保险法 它的特征是什么 一个是具有国家干预性 它是国家干预法 不是双方当神习上一致的 比如像第九章说合同 不是 像咱们的养老保险呀 医疗保险呀 这些很多 你比如你交多少费 你交的多少年 多大年龄 能够领取等等 这都是国家进行的干预 第二一个呢 是广泛社会性 就是它社会保险法的 适用对象呢 一般涉及到社会组织和个人 它就是内容覆盖面 还是很大的 第三呢 具有人道性 这个不用我解释 第四呢 实体性和成 实体法程序法的统一性 这一点应该说会 行政法的特点有一批 那么再一个呢 具有特定的立法技术 这种立法技术呢 它应该说你比如像养老啊 或什么的 医疗啊 它实际上还有里边的这个 技术支撑 那为什么 比如到哪个年龄 可以退休 可以领这个养老金 以及那你比如这个 医疗啊 哪些纳入到医保的范层 哪些不纳入到医保的范层 这些些其实都有这个 技术性在里边 那么对于社会保险法 它的功能是什么 比如说缓解社会分配不公 这是属于从经济功能上来讲 那么社会功能 那实际上就是 国家给予咱们社会成员的 一种保障 它是能够保障 社会稳定 它是稳定社会秩序的 这么一个稳定计 那么下面来看一下 社会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社会保险法呢 它有六项原则 分别普遍保障 基本保障 多层次 合理性 社会化 和国家承担最终责任原则 这个普遍保障 容易理解 就是覆盖面要大 尽力覆盖到每一个劳动者 只能是要尽力覆盖 咱们不能说 必须覆盖 那么基本保障 这里要注意 这个社会保险啊 它其实起到的作用就是 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和提供基本生存条件 也就是社会保障 是给你雪中送炭的 不是锦上添花的 就提供的 只是一个最基本的 不能说你还是吃香喝辣的 是吧 都要达到马云的 这种生活水平 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一个呢 多层次 多层次呢 也就是这个基本保险 就是社会保险法 它只是提供一个最基本的 大家说那我想着 老了之后 比如我拿到更多的养老金 那么这样的话 我可不可以 多投点保呢 这可以 就是你除了基本险之外 还可以建立补充保险 比如补充养老啊 补充医疗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 就是多层次 那么第四一个呢 就是合理性 这个合理性呢 就是社会保险水平 应当于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大家可能说 我都羡慕北欧高福利 大家注意高福利 一定是由高税收来支撑的 那么咱们国家的这种 社保水平 一定要和咱们国家的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比如说现在 要进入老龄社会 本来年轻人就少 如果你的社保水平 在一直在提高 那么其实作为年轻人的 税负负担就非常的重 所以这叫合理性 第五一个呢 社会化 这个社会化原则呢 它指的有三类 一个保险资金来源社会化 管理社会化和这个责任 社会化 你比如说作为这个保险资金来源 社会化 大家说它的来源 其实是很广的 比如单位 个人交费 政府补贴 还有呢 拿着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养老金 可以去投资 收益 以及那企业晚交了 像支纳金 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 这些你比如像捐赠啊等等 这是来源的社会化 那么最后呢 就是国家承担最终责任 就是国家啊 它不仅仅是社会保险的 发起者监督者 他也是最终责任的承担者 就最后还是国家跟你去斗地 这是原则 下面呢 咱们来看2020年的这个单选题 说社会保险 除基本保险之外 还可以建立补充保险 这体现的是社会保险的什么原则 这个很简单 它是多层次原则 那么下面来看第三 社会保险法律关系 咱们讲法律 通常要讲到各种的这个法律关系 那么社会保险也一样 那么它调整的呢 就是这个社会保险 参与者之间的权利业务关系 那么作为社保的这种 法律关系 它的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个普遍性综合性 那么这个普遍性 就是社会保险几乎涉及到 所有的社会组织和个人 后边咱们讲到 后边像这个养老 医疗 实业 以及工商 生育等等 所以说呢 可能它涉及到的 所有的这个社会组织和个人 而且这个保险主体非常多 包含它管理人 监督人 比如保险人 投保人 受益人 鉴定人 代办人等等 就是它设计的面非常广泛 第二一个呢 兼具存属性 平等性 兼具呢 人身性 财产性 也就是你保险最后给你发钱 这肯定是财产 但是它具有人身性 你比如 工商贤 那你肯定得是这个企 是企业的员工啊 你比如说作为基本养老贤 比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那肯定给你交保险的 那你又 你得是也是企业的员工 所以说呢 它有人身性 第四一个呢 国家干预性 就是这个保险法律关系 产生变更消灭呢 它都必须依照社会保险法 并不是双方当身 协商一致的结果 好下面呢 咱们来看一下 社会保险费缴纳的基本要求 那也就是说 每一种保险都这个缴费 或者说它这个保险 这个费用是从哪来的 实质上呢 咱们后面讲到每一种保险的时候 都会谈到这个问题 在这呢 咱们就把它可以看成是一个归纳总结 要结合后面的各种制度呢 来具体的掌握 大家来看这里头这保险 就是养老 医疗 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 失业工商和生育 那么作为这个 基本养老里头有职工 基本养老 还有呢 就是这个新农村 以及的城镇居民的基本养老 那么它的交费主体都是不一样的 你像职工基本养老呢 就是用人单位和这个职工缴纳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呢 就是个人缴费 集体补助 政府补贴 城镇的呢 就是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 那么作为这个基本医疗 也是分这个职工 新农合和城镇居民 这个城镇职工呢 就是职工 如果就是你有这个单位的 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一块交 如果没有雇主的 比如我就是一个个体的 那就自己交 那么新农合呢 就是个人缴费 集体扶持和这个政府资助 也就是说呢 它来结合 那么城镇居民医疗呢 就是家庭缴费为主 政府呢 适当的补助 所以失业保险 那你肯定是有单位的呀 那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 一并来讲呢 而这个工商和生育 你要注意 它就比较特殊 都是用人单位 缴职工不缴纳 就是工商和生育 缴纳主体是比较单一的 好 下面来看一多选题 说下列关于社会保险费缴纳的说法 正确的有 A 失业保险 由用人单位缴纳 职工不缴纳 大家注意回忆 前面讲到 用人单位和职工呢 共同缴纳 这是失业 所以这个不对 B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 这个正确 这咱们在职的人呢 也都有体会 C 生育保险由职工自行缴纳 这个不对 是职工不缴纳 单位缴纳 D 职工基本养医疗保险 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 这是正确的 就是有单位的 就共同缴纳 那没单位的就自己缴 E 工商保险 由用人单位缴纳 职工不缴纳 这个也是正确的 所以呢 这个题目呢 就综合的考核了 社会保险的缴费主体 所以正确答案呢 是B D E 三个选项 那么作为这个第一个知识点呢 它可以说是本章的基础 那么从本章来讲呢 它肯定都是考选择题 不会考综合题 重点掌握 社会保险基本原则 理解性掌握各项原则的含义 那么同时呢 要掌握这个 五种基本社会保险的种类 那么重点呢 来掌握这个基本养老 和基本医疗和这个工商 那么同时呢 刚才咱们讲 最后的这张表 实际上它是一个 归纳性的 咱们要结合着后续的 这个各种社会保险的具体种类 来综合性掌握这个缴费的主体 下面咱们来 第二个知识点 基本养老保险 那么在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当中 它其实有四种 一个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就前面咱们还遇到过 新兴农村养老保险 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那么在这三种 基本养老保险 还有一类呢 叫公务员和参工人员的 养老保险 就专门适于公务员 和这个参照公务员管理的 事业单位 现在咱们重点来看一下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它的适用范围 公民思义 职工 那它得有单位 是吧 就是它是各类企业 及其职工 这是一类 它的适用范围 那么作为这个各类企业 就不管它是国有 还是集体 还是外商投资 还是私营 就是只要你是企业 就得给职工 来投这个基本养老保险 这是各类企业 那么第二个呢 就事业单位 及其工作人员 你比如像我们所在的高校 那么这个除了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 也就是除了参工的 这种单位以外 那么像这个实行企业化管理的 事业单位 以及呢 像科教文卫啊 这样的公益性事业单位 都得参加 就像我们的这种高校 就属于这一类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灵活就业人员 这个灵活就业人员有 你比如以非全日制 临时性 季节性 谈性 工作 这样灵活就业的人士 那不是全日制的 你比如说我用这个小时工 或者季节工 比如说咱们到这个订单来了 那咱就来 如果订单没了就解散了 还有这个弹性工作的 以及呢 还有无故工的 就我自己干 比如个体户 就我自己开个理发馆 是吧 非全日制从业人员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 那种自由职业者 像律师啊 会计师啊 自由撰稿人啊 演员啊 这些自由职业者 他也 可也参加呀 这个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外国人 因为现在咱们的 对外改革开放 是吧 好多外国人 比如到咱们这儿来 在高校去工作 或者是说 从事一些这种 与教育性 或者说这个科技性 有关的一些工作 那么要 他就是 只要是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 就按照社会保险法 参加社会保险 也就是他涵盖的呢 不但包含中国人 也包含外国人 那么下面来看一下 这个单选题 说下列人员中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适用对象的是 那这个正确答案呢 那就是这个D 企业职工 像公务员和参工人员 就A和B 适用第二类 后边咱们要讲到 城镇非从业人员 就适用的是那个城镇 基本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 所以正确答案呢 是D选项 那么下面来看一下 之共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的组成 这个组成呢 其实还是很复杂的 这应该也说呢 也是社会化原则的这个体现 一个呢就是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 这是他的这个 占的很大的比例 那么作为企业缴纳的比例 一般不超过 这个企业工资总额的20% 那还有一类呢 叫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利息 以及其他的收益 就是你存到那个账户里 它有一些利息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收益 那么第三一个呢 是财政补贴 也这就属于国家 就是这个财政补贴 这个财政补贴呢 你比如咱们国家 这个养老保险 也就是或者讲这个社会保险 它其实启动的时间是比较晚的 那么有一些呢 其实在之前 你比如像我们这个事业单位 那也就是在2014年10月1号之前 是没有实行养老保险的 那也就是意味着 大家也都没有缴这个钱 所以说呢 像这个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职工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之前 这个时候是我们是没有交费的 对吧 但是呢 它是同缴费年限 要从我参加工作 你比如说到2014年10月1号之前 我是没有交过钱的 但这个时候是同缴费期限 这个是同缴费期限 那钱从哪来呢 那其实就是财政给的补贴 这是一类 再有一个呢 就是基本养老金出现 这个支付不足的时候 也是正福补贴 其实就属于 最终的是由政府来承担这个责任 还有一类呢 是质纳金 质纳金什么 就是用人单位 没有按时足够缴纳 那么这征收机构呢 就责令它限期缴纳或补缴 这个时候它会有一笔质纳金 就是万分之五的质纳金 这个呢 也就算在了这个保险基金的组成里头 最后是其他可以纳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这个资金 你比如这个基本养老资金 你放到那儿 不能说在这账户里 就在这沉淀着呀 那它可能去进行相应的运营 如果赚了钱了 比如投资理财赚了钱了 也是放在这个里边 这是它的组成 那么第三个呢 是关于个人账户资金 咱每一个人啊 它有一个个人账户 那么这个这个人账户呢 它是全部由个人缴费来形成的 比如我自己缴的那一部分 就是本人 这一部分我缴多少呢 大家回去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工资 就是本人缴费工资的8% 那么现在来看看第四 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的给付 大家说我 参加了社保了 我到啥时候就能 来拿这个钱呢 咱们可能用更原始的说法 说我什么时候能拿退休金呢 那指的就是这 这个给付条件 第一个呢 达到退休年龄 比如女员工50 女干部55 那么然后呢 还有一些像这个高级支撑的 可以延到60 那么也就是说要达到这个退休年龄 第二一个 累计交费15年 当然如果我们前面没有交的呢 是从缴费年限 也算 也是算进去的 那么这是几副条件 第二一个呢 就是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的特殊情况 你看 这是一般情况 我活到55 我活到60了 我拿退休金 对吧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大家说我没活到那个时候 但是呢 这笔钱也是从养老保险基金中出的 这是什么情况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 参保人 因病或者是非因公死亡 就没到退休 就死了 他的遗属呢 可以领取 丧葬补助金 和抚恤金 就是 也是从这个 养老保险基金中 来出这笔钱 还有一个呢 就是没有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 是因病或非因公 治残 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的 可以领取 病残浸贴 这个病残浸贴 也是在这个 养老保险基金中 来支付 这是两种特殊情况 那么现在来看看 这个给付标准 给付标准呢 就是老人老办法 还按照原来的 办法 发 新人呢 新办法 就是个人缴费 累计年满15年的 那么中人呢 就是个人缴费 和适同缴费年限 累计15年 你比如像我们 就属于那种中人 92014年 10月1日之前 参加公众 那么然后 那个之前是没有参加 没有缴费的 就是后边 适同缴费 前面呢 叫适同缴费 累计满15年的 那么也就是 新人新办法 老人老办法 中人中办法 当然什么是老人 什么是新人 什么是中人 这里刚才我已经说到了 就2014年 10月1日之前 就退休了 那就是老人 2014年 10月1日之后 参加工作的 就是新人 他一直就是 开始他自己交费 2014年 10月1日之前 参加工作 实施之后退休的 那就属于中人 像我们这一类 就都属于中人 那么刚才讲到的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来看看公务员和参工人员的养老保险 公务员 那咱们在第一篇当中讲过 不用说了 那么参工的呢 就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 这一类事业单位的人员 那么这里头呢 他税用的条件 就是法律法规授权的 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 这个在咱们第一篇 第一章当中 那么就讲到过 那么在这些事业单位当中 而且呢 是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那个工勤人员 他就是劳动者 就是职工 但这里所讲到的是 也就是咱们所讲到的那个白领 这个工作人员 再有呢 就是经批准参照公务员法 进行管理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呢 他应该由主管部门提交 审批表这些材料啊 他批准 对于这部分内容呢 咱们就比较简单 就知道一个是公务员 一个是参工管理的这个人员 那么第三呢 叫新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就是农村 大家说那农民 你看看六七十了 七八十了 还在地里干活呢 那就是作为这个农民的给养老 怎么去实现 这个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他就是为了保障农民年老的时候的 一种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一种保险制度 那咱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农村养老 他的这个筹资方式 从哪来 第一个呢是个人缴费 就自己交 这个人交费交的是有这么几个档次 就是每年100到500 五个档次 就每个人呢 这个参保人可以自己选择这个档次缴费 多缴多得 你说我选500的 那最后到60岁以后拿钱就多 你说我就选100的拿的就少 这是必须要交的 第二一个呢叫集体补助 这个呢叫有条件的存集体 对于参保人员给予补助 你比如说有这个乡镇企业的 经营特别好的 那就补助 那有些村子本身就没有经济来源 那根本就没有办法补助 第三一部分呢叫政府补贴 这个政府补贴呢 就是中央财政 他对于这个中西部 也就是比较贫困的地区啊 他给一个什么呀 全额补助 就是对于中央确定的 这个基础养老界啊 55块钱就全额补助 对东部地区呢 就补助一半 就是50% 那么地方政府对参保人员 缴费给予补贴 补贴的标准呢 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 就是中央政府的补贴是这个 对中西部全额 对东部50% 地方政府 补贴 每人每年不少于30% 这是他的补贴的标准 现在来看看新 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待遇 就是首先来看他的参保对象 就什么人可以参加这个保险呢 一个是年满16周岁 不含在校生 你还比如我还上高中呢 我还上大学呢 这个不算 就是年满16周岁 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 也就是意味着啊 16周岁以上 没有在企业打工 我没有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那么也就是这些人参加农村基本养老保险 再来看享受这个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要求 就什么时候我就可以领取这个钱了 一个呢 就是年满60周岁 这个不分男女 就是60周岁 按月领取养老金 那么因为咱们这个制度实施的也是比较晚 那么如果制度实施的时候 已经60周岁了 那就不用交费了 直接领钱 但是他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 参保交费 就是他不用交费了 后边他的子女要交费 这是就是制度实施的时候就已经60岁了 那么第三一个呢 就是距离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 你别60岁领 制度实施的时候就50岁了 那就要按年缴费 那么也允许补缴 就累计缴费呢 不超过15年 就是你把钱不够15年呢 可以把它缴购15年 那么如果几率领取年龄超过15年呢 比如40岁 那到60岁还有20年呢 按年缴费 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 就你反正至少得缴15年 你看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和这个农村的这个都得缴购15年 那么保险待遇 中央确定的就是每人每月55 当然能不能提高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情况 基本的就是每人每月55 下面来看第四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就是前面咱们讲到了 职工 有单位的 有职工 那么 所以公务员的 那就有公务员的养老 农村的 有农村养老 那像城镇 比如说我没有工作 现在咱们讲是全职 当这个全职太太 是吧 不工作 那么这时候我未来养老怎么办呢 他有一个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他指的呢 就是城镇户籍的非从业人员 你是城镇户籍 但是又没有工作 那他的参保对象呢 也是年满16周岁 因为不符合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 那说白了 还是16岁以上没有工作 这些 那么参保方式呢 就是个人缴费部分 他因为也是个人缴费 和这个中央财政补贴 个人缴费部分 参保人自主选择 多角多得 那么中央财政补贴 这部分呢 和农村养老保险是一样的 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这个养老待遇也是同 和这个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一样 也是这个55元 下面咱们来看一个多选题 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由什么来组成 那么这里来看呢 实际上就是A 作为这个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 这个没有问题 B 新型农村 这也没问题 C 城镇居民 这也没问题 这个D 企业补充养老 这个 不属于 基本养老保险的 还有这个商业养老 也不属于 这个社会保险的 所以正确的 选项呢 就是A B C 三个选项 那么作为这个养老保险呢 这个知识点在2019年是做了这个考核 咱们要重点掌握一个是基本养老保险的四个种类 并且呢要分别来掌握就是不同的养老保险的使用对象 当然在这四种养老保险中呢 咱们最重要的呢要掌握这个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那么讲完了这个养老 那么咱们看看医疗 说人吃无骨杂量没有不生病的 对吧 那么这个医疗保险是什么 那这个含义咱就不用说了 那就是你看病的时候呗 那么它的特征呢 以实现公民的物质帮助权为目的 这个第一章中讲的形成几副 权力义务不对等 要像民法当中讲的权力义务对等 这样呢因为它有这个政府的主导 所以它是不对等的 就是个人缴纳保险金呢 是以个人收入而定 而保险金的支付呢 并不以你交费多少而定 其实这种保险是什么 保险就是一种劫富济贫 所以不对等 这个法律关系呢 它具有这个强制性 就是你的这个法律关系当中 就是你的主体 你的内容 你最后的几副条件 几副的内 最后几副的这个项目 它其实都是 法律的强制性 所以啊你看 保险范围的个人必须投保 你说我就不投保不行 费率 是政府主管部门 和有关各方协商的 残保各方没有权力更改 多投也不多保 是吧 法律规范具有科学技术性 这是它的这个特征 下面咱们来看一个多选题 说下列关于医疗保险特征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A 保险条款的内容体现科学性 这个是正确的 他必须以这个科学作为支撑 B 医疗保险以实现对公民的物质帮助作为目的 这是刚才所讲到的第一个特征 B 保险资金的筹集和这个支付规则体现参保人 享受权利与承担义务的不对等性 这个也是正确的 D 参保人员获得保险利益 具有这个无偿性 这个不对 就是你不缴费 你当然就不能获得这个保险 所以它其实是永长的 E 法律关系的形式和内容具有强制性 这个是正确的 所以正确答案的是A B C E 四个选项 下面来看看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这个城镇职工那也就是说你是有单位的 首先来看看他的参保对象 就是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就是你比如有单位的 那无论我是这个企业的还是这个事业单位的 只要你有单位 叫应当参加 没有商量 这时候谁来交钱呢 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 那么前面咱们在讲这个养老的时候也讲 有一些呢 他没有单位 比如我自己就是老板 我自己是没有故宫 我自己个体务 那么没有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 这种非全日制的人员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叫可以参加 那么也就是说他有选择性 他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 那么这时候因为他没有单位交 所以他只能有个人缴纳 就有单位的职工 也就是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 没有单位的自己缴纳 那么缴纳了之后呢 那我的保险的范围呢 比如说我去住院啊 看病啊 都给我报哪些呢 首先呢就是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的目录 这个目录就是经常在调整 像诊疗的项目 医疗服务设施标准 以及急诊抢救的医疗费用 那么就这些啊 属于就按照这个国家规定 从这个基本医保障去支出 但你必须得在这个目录当中的 你比如说人家目录当中 说你要换这个关节 那只能换比如国产的 你说我就非要换那个进口的 这个就不在这个保险的范围当中了 下面来看一下保险资金的筹集 刚才咱们所讲到了 说单位和个人都缴 那咱现在来看这保险资金的 这个具体的筹集 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 也是有两部分构成 那么个人缴纳的呢 就全部寄入个人账户 就是你自己是有账户的 你比如说有社保卡 那么作为用人单位 缴纳的呢 它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放到那个大税池里 就是统筹 一部分呢 就划入到个人的账户当中 那么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呢 一般是单位缴纳的呢 30% 那也就意味着 单位缴纳的70% 放大税池里 30% 以及你个人缴纳的 就放在你的个人账户里 下面来看看保险资金的排除支付 也就是说 这个是指的什么呀 就是这个 在医疗保险基金中 不在这里边支付 就是哪些呢 一个呢 就是应当从工商保险基金支付的 比如说 工作时间工作地点 受伤了 由于工作原因 那么他走的是那个工商保险基金 第二一个呢 就是由第三人支付的 你比如说 我受伤了 是被别人侵权了 这个就由那个侵权人去支付的 就不走这个保险基金 还有一类呢 你比如说由公共卫生负担的 这个你比如像结核病管理 艾滋病管理 早孕的建卡呀 这个由公共卫生负担 也不走这个保险基金 那么第四一个呢 叫境外就义 你在境外看病的 不走这个保险基金 那么对于这几种情况呢 咱们要掌握 但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 大家说应当有第三人支付的 比如说侵犯我权利的 应当由他支付 保险基金不支付 但这个人 穷光蛋 没钱支付 那我就得等死吗 这里来看 就是应当由第三人负担 第三人不支付 比如他不给我降压金 或者是无法确定第三人的 比如说 高空坠物 我受伤了 那这个时候呢 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呢 先行支付 你得先治病救人呢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先行支付后 有权向第三人追查 也就是说这个 求偿权就转移给保险基金了 这是关于这个保险 作为医疗保险 那么讲到了这个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那来看看新农合 就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第一个 所有的农村居民都可 以家庭为单位 自愿参加 这一点很重要 它不像别的都是 一个人一个人的 这个按家庭 就是你这一个家庭当中 你比如你三口人 五口人 你如果参加 你就都参加 比如这五口人 如果你不参加 你就都不参加 你不能说我一个人参保 一家人吃药看病 这一点要注意 那么对于这个新农合呢 它一般采取的是 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 就是说 它这个大水池 就以你这个县 或者是这个市为单位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这个 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 它实际上就差距很大了 实行这个个人缴费 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 相结合的抽资机制 你想想这个当地 尤其采取市县为单位通筹 如果要当地经济特发达 那集体扶持的就很多呀 政府的税收收的多 那资助的也多 那么第四一个呢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那实际上就是 它是城镇户口 不是农村 但是呢 它又没有工作 这成年了没有工作 以及呢 未成年人 那咱们讲说 一老一小 是吧 那就是没有成年 未成年的 那就是一小嘛 它是保障的这批人 那么缴费呢 家庭缴费为主 政府适当补贴 但是对于有一些人 你比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 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低收入家庭的 这个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和未成年人 就他自己生存都成问题 没有钱拿出来参加医疗保险 这个呢 就是需要他个人缴费的部分呢 政府也给他补贴 你看政府其实还是一个兜底的 就要实现应保进保 那么对于这个医疗保险呢 这个知识点 2020年是做了考核的 咱们重点掌握 一个是医疗保险的特征 再一个呢 就要理解性掌握这种三类 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 以及交费 重点的来掌握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还要注意 像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 也应当参保的和可以参保的对象呢 他的不同 下面来看看工伤保险 咱们参加工作 也就是在工作中有可能就会受伤 那么所以或者说呢 可能就患职业病 那么在这个时候 咱们给他一个工伤险 那么作为这个工伤险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就叫做无过错雇主责任原则 就是你一旦 这个受了伤了 不管这个工伤事故的责任 是不是要有用人单位 也就是说那他这个责任 到底规则是用人单位的问题呀 还是职工个人的问题呀 还是第三者的问题呀 那么只要是适用这个工伤保险的 那就用人单位都要承担这个保险责任 就是属于无过错雇主责任 当然在这个时候呢 一旦出现了这个意外伤害 或者是患职业病 那就得严格去区分是工伤还是非工伤 大家说区分这要干嘛呀 因为工伤比非工伤待遇要高 所以呢 大家其实还是要争取认定为工伤 还有这个工伤补偿与预防康复相结合 严格科学的工伤认定与鉴定标准 这个咱们就不做解读了 那么在工伤险当中啊 其实最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呀 就是工伤的认定 你认定了工伤 那就享受工伤待遇 如果不能认定为工伤 那就不能走这个工伤保险 那么对于工伤的认定呢 咱们有典型的工伤和视同工伤两大类 典型工伤基本上就是没商量 而视同工伤呢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不是工伤 但是呢 咱们按照工伤来对待 那什么叫典型工伤呢 第一个工作时间工作场所 因工作原因受到伤 受到事故伤害 你别人没矿工人 我正常的下班 这个下井上班的时间 突然冒顶了 石头给我砸伤了 这肯定没有问题 第二一个工作时间的前后 因为咱们叫八小时工作 是吧 现在呢 还不是我正常的上班时间 或者是已经 你比如还说拿煤矿工人 说已经升井了 就是工作时间前后 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 或收尾性工作 受到事故伤害 不是严格的上下班时间 但是 你从事的也是与工作相关的 第三个人 第三个 就是工作时间 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 受到暴力 等意外伤害 因为第一第二都是事故 是吧 不是 没有这个人的参与 你比如被机器 把手 胳膊 绞进去了 对吧 这属于都是事故 那么这个 第三一个呢 它是暴力 受到暴力 等于买伤害 它可能就会有第三人 你比如银行的 职员 说遇到歹徒 抢银行了 那么受到歹徒的这个伤害 这属于工伤 第四 患职业病 这个不用解读了 你比如西非 第五 就是阴工外出期间 就咱们大家经常说出差去了 是吧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或者是发生事故 下落不明 就在这个期间 是由于工作原因 你比如说我出差完了 我非得到旅游景点去玩一玩吧 这个不能算工伤了 第六一个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这个你比如说 这个自驾的 出现了交通事故了 一定是非本人主要责任 如果是你自己主要责任的 不算工伤 那如果不是自驾 比如我得乘坐这个公共交通 不管是坐乘铁了 地铁了 这个轮渡了 火车了 如果受到这个交通事故伤害的 示威 这个就是它是典型的工伤 那么以及第七种 就是其他 当然了 咱们比如现在在这个疫情期间 经常居家办公 那么这个怎么算 以及呢 即使不是居家办公 现在咱们这个手机啊 微信啊 它使得这个工作时间的延续 比如我在家还在加班 这个怎么算 这个呢 在考试的时候不会出现 但是呢 它在实践中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新的认定 那么下面来看 试图工伤 就是严格来讲 它不是工伤 第一个呢 就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 也就是说你死到工作岗位上了 突发心梗了脑梗了 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所以你是病倒在工作单位上了 比如送医院了 48小时之内没抢救过来 就视同工伤 所以啊 如果你在工作单位 突发疾病 别回家啊 一定从单位去医院 如果你先回家了 从家再去医院 这就不算在工作 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了 第二一个 就是抢险救灾当中 受到伤害 当然也就是说 不仅仅局限于抢险救灾 还有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 你比如说救人 是吧 咱们就见一遇 那么第三一个呢 就是职工啊 比如是那个退役军人的 就是在军队服役 因战因功负伤制裁 那么取得了革命伤残军人证 到了佑人单位之后 救伤复发 那么 视同工伤 所以咱们考试的时候呢 如果考典型工伤 那就是这个 如果考试同工伤 就只能是下面的这几种情况 上面的不属于 下面还要看 不得认定为工伤 或视同工伤的情形 就可能啊 这个你也受到受伤了 或者甚至死亡了 但不能认定为工伤 第一个呢 因故意犯罪受到伤害 你比如你故意犯罪 然后被 被人家对方 正当防卫 把你打伤了 这个你不能认定为工伤 哪怕就在单位呢 也不能认定为工伤 第二呢 就是因为酗酒 或者是吸毒 这个不能认定为工伤 再有呢 自残或自杀 比如我就去工作单位 去这个自杀去 这个如果认定 你是自残或自杀的 不能认定为工伤 那么以及 其他 那么这是工伤 保险当中的 特别核心的问题 那如果出现了 这种情况 那谁去申请 这个工伤认定呢 这个工伤认定的申请呢 应当是由这个 用人单位去申请 咱们教材没有说 如果用人单位 没有按照规定 去提起这个申请 这用人单位 其实它是不作为了 那工伤的职工 或者它的近亲属 或者是工会组织 可以在事故伤害 发生之日期 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 之日期的一年之内 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 所在地的这个相关部门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也就是说呢 首先是单位申请 单位没有申请的 工伤职工或近亲属工会 可以提出这种申请 下面来看看 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保险待遇 由工伤保险基金负担的 像工伤医疗康复待遇 你比如医疗费了 康复费了 住院的时候 伙食不住了等等 还有辅助器具 配置待遇 比如安甲支了 住停器了 那么伤残待遇 那么要给予这种 一次性的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 伤残今天 如果死亡了 有死亡待遇 就是伤脏补助金 以及呢 供养的亲属的抚恤金 因供死亡的补助金 就这些呢 都有工伤保险基金来负担 那么如果一个人受了伤 他除了这些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支出 就有用人单位来负担 哪些有用人单位负担呢 第一个呢 就是停工留薪期内的 工资福利及陪护 你比如我在单位 这个事故受伤的 那住院期间 单位就去派人护理 那就不用请护工了 是吧 或者是现在这个疫情期间 如果说不让外人进局 那请护工的这个费用 那也是单位来这个承担 还有这个停工 留薪期间的这个工资 单位来出 如果说日后 比如说难以安排工作 比如他负伤很重 就按月发给这个伤残金贴 以及呢 一次性伤残就业不住击 那么后面 咱们来看 又停止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形 就不再给他支付了 第一个呢 就是丧失享受保险待遇的 你比如前面 把他认定会工赏了 后来发现 他是自伤自残 那肯定停罚了 第二一个呢 就是拒不接受 劳动能力鉴定 因为劳动能力鉴定 比如他有几几伤残 咱们规定一共有十几 是吧 那你拒绝接受这个鉴定 就给你停罚 第三呢 拒绝治疗 这个呢 也停罚 就是不再享受这个待遇 那么下面来看一个单选题 说下列选项中 不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是什么 大家来看 A 煤矿工人赵甲 在上班时 在矿井下 被冒顶的石头砸上 这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 工作内容 那么这肯定是工伤 对吧 B B 钢铁厂职工 潜意在抗洪救赛中 负伤 这个呢 是属于市通工伤 C 所以咱们正确答案呢 就是D 选项 作为这个工伤 显呢 这个知识点呢 还没有考过 但其实你 从咱们讲说的内容呢 你发现 它会有 具有非常强的可考性 咱们重点 要掌握这个工伤的认定 尤其要注意 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和市通工伤的情形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 提干的表述 考的是什么 下面呢 来看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那肯定就是 我丢了工作了 对吧 那我才能享受这个失业性 首先咱们就来看 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条件 它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呢 就是失业之前 用人单位和本人 已经缴纳了 失业保险费 满一年 也就是你至少得交一年 你像那前面的养老 你得讲15年 这个缴一年 第二一个 非因本人意愿 中断就业 这个非因本人意愿 是非常重要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说 好多大厂 这个互联网大厂裁员 被裁了的 那就是非因本人意愿 你比如说在这个期间 说我自己自愿 我辞职了 我炒了老板的鱿鱼了 这个是你本人 因本人意愿 这个不享受 失业的待遇 那么第三一个呢 还有不是说 被裁了 你就能享受 这个失业保险了 你失业之后 你得进行失业登记 并且有求职要求 如果说被裁了 你说我就正好回家躺平了 我也不登记 我也不想工作了 回家躺平 对吧 那我们家有矿 这个大家就管不着你 你也不享受这个失业保险 那么下面来看看 失业保险待遇的几幅期限 就是你失业 给你这个保险基金 给你多长时间啊 这个 刻你的缴费年限密切相关 这个缴费期限 如果累计缴费期限 满一年 不足五年 你最长领十二个月 如果缴费是满五年 不足十年 最多领十八个月 如果缴费时间 十年以上的 最长 二十四个月 大家说 这个最长的十二个月 十八个月 二十四个月 怎么算 这里大家来看 就如果重新就业之后 再次失业的 缴费时间 重新计算 你比如说 我前面 我已经交费 交了三年 我失业了 失业呢 我最长 比如说 我领了六个月 然后我就 找上工作了 那么这个之后呢 缴费年限 我就开始缴费 这又开始 重新算 前面都归零了 那么领取失业保险 保险金的期限 要于前次失业 应当领取 尚未领取的 失业保险金的期限 合并计算 最长一共 不超过二十四个月 下面来看第三 停止领取 失业保险待遇的情形 就是你什么时候 就不给你 支付这笔钱了 第一个 重新就业 这个不用说 刚才我说了 我领了六个月 我早上工作了 第二 复兵役去了 当兵役去了 第三一个 移居境外的 国家也就不给你 发这个了 第四一个 就是享受 基本养老保险了 也就是你到六十岁了 或者五十岁了 那现在这个 失业保险停止了 那就接上的 就是养老保险 第五一个 无正当理由 拒不接受 当地政府 指定部门 或者是机构 介绍的 适当工作 或提供的 培训 也就是你 失业了 政府可能说 给你培训 或者我给你 安排工作 拒不接受 也没有正当理由 这时候实际上 就是你自己 自愿躺平了 这个就 也不再给你 发这个 失业保险了 现在咱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说项列关于失业人员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中 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 是什么 A 一按规定 缴费 旅行缴费 义务满六个月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得满一年 这个不对 B 非因本人议员 这个是对的 C 一半里失业登记 有期之要求的 这个是对的 这个缴费 满一年的 这些问的呢 是不符合的 正确答案呢 是A选项 那么对于这个 失业保险呢 这个知识点 最近两年呢 还没有考过 咱们要注意掌握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 还有失业保险金的 这个领取的年限 是作为 咱们考试的 掌握的重点 最后一种保险 叫生育保险 这是对于 咱们这个 在育龄 也就是 对于育龄妇女 以及她的这个 配偶的 一种特有的保险 那么她是对于 这个妇女劳动者 因为怀孕和分娩 暂时中断 劳动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种 保险制度 她这里头 医疗啊 生育今天呀 产假呀等等 首先咱们来看 保险费的缴纳 作为这个生育险呢 就是职工 应当参加生育险 由佑人单位缴费 职工不缴费 这个在前边 第一个指示点当中 就讲光 现在来看看 申请生育保险 待遇的条件 第一个呢 来看看 申请的主体 申请的主体是 参加了生育险的职工 或者是职工的 未就业的配偶 就是说呢 她未就业的配偶 那么作为职工 也就是作为这个女员工 她享受生育保险的待遇 未就业的配偶这一方呢 她享受的是什么呀 生育医疗费用的待遇 也就是说呢 其实就是给她报销 你比如说生孩子啊 以及前妻的这种 违产期啊 以及这个分娩啊 就是这个阶段的 这个医疗费用的待遇 这里要注意啊 申请的主体 是未就业的配偶 和参加了保险的这个员工 那么第二个呢 要符合国家计划生育的规定 比如原来 就允许生一个孩子 那就只享受一次 那现在放开了二胎三胎 那你就 在这个范围之内 你说我要生第四胎 第五胎 就不再享受这个待遇了 那么第三一个 就是有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 这一点 其实也很重要 现在咱们大家都说啊 为 也就是说呢 最为 这个子女啊 说 小三生育的子女 也有 继承遗产的权利 那现在这个婚姻 还有什么用啊 对吧 婚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 想要同等的这种权利 你看 但是在生育险中就有了 如果说没有合法 有效的婚姻关系 现在叫什么呀 叫去腹留子 说我就未婚 先孕 未婚生子 不享受这个 生育保险 那么第四一个呢 就是符合这个 就医药品医疗设施的 这个相关的规定 那么 所以这个生育保险 都享有什么呢 一个就是生育津贴 还有这个 生育医疗的 这个待遇 那么对于这个知识点呢 可以说 是五种基本 社会保险中啊 内容最少的 咱们 同时呢 也没有考过 在这个考点中呢 咱们就注意掌握生育保险的 缴费主体 以及呢 申请这个保险待遇的条件 就可以了 那么作为本章呢 咱们回顾一下 基本理论 咱们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这里来看 基本养老 那么重点关注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呢 咱们重点的关注 这个城镇 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都是与职工相关的 当然了 也就是在每一种保险中 比如基本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都包含那些 咱们当然 也要都掌握 那么对于工商保险 要注意 典型工商 视通工商 和不认定工商的 这些个 法定的情形 那么对于失业保险 咱们重点关注 就是享受 失业保险的这些条件 比如缴费满一年 非因本人医院 中断就业 那么对于失业保险呢 咱们重点要来掌握 这个失业保险的 这个给付期限 根据这个 不同的奖费年限 分别12年 不是 12个月 18个月 24个月 最长不超过24个月 那么对于 第16章 社会保险法的内容 咱们就全部都讲完了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